他就停下來了 小孩子他的指甲是很薄的 所以很簡單就可以剪掉 但是一定要 實時關注 因為很容易會抓傷 所以媽媽一定要保證他不要長差 515電視人還不少 我們準備先去鼓措一套吃飯 然後他那邊也有獎花體驗 這邊應該是一個 現在物靈的5電視都有 這麼好的 管達這邊就沒有什麼人 這個鼓措一號是之前李縣 過來拍電視劇取景的一個餐廳 然後這邊也可以體驗 沾花 我之前其實來過 但是他就彈著一圈一圈 今天其實沒有很熱 所以我們就外面這個手 點完菜我決定先過來體驗一下 沾花 雖然我之前在旋浦有體驗過 不過今天是不一樣的這個西袍 現在商家也很會蹭樂點 這個應該是從旋浦那邊請來的 幫忙做髮型的阿姨 這個阿姨說我頭髮太多了 剛剛弄了一次失敗了 現在又重新弄上 趙麗穎的那個服裝應該跟這個黃色的車類似 這個是贈送的餐甜水果和蘿蔔嘎 湯都上了 姑女在吃飯 在吃剛剛補上來的這個尖尖 好 廈門的色色菜 嗯 這湯還蠻好嫩的 很鮮喔 牛仔 嗯 嗯 我已經覺得很香 鮮甜 美食果汁上鮮 對 哇 鴿子 這個蘿蔔乾也很脆很甜很好吃 有帶有帶略味的一個辣味 有帶略味的一個辣味 其他東西的 嗯 這季節蔥子還蠻好吃的 嗯 絲瓜也很甜 有水分 這個豐肉還不錯 肥而不膩 而且豬粉很軟爛 然後裡面也是有 加一些 對 那個旁邊很多像西芯公館啊 因為是有帶一些肥肉的 我不敢吃太多 這樣一份大概四個人 share 我會比較合適 這個雞蟲菌炒環山還蠻好吃的 而且很簡易 因為前面吃了粉紅肉 然後這兩個食材都非常的爽 這個古厝的外圍這邊也有一些場景可以拍照 這種豬菜湯應該會很好吃 為什麼沒有聲音 為什麼沒有聲音 之前人家踩就有聲音 房顏上的滴水瘦好可愛啊 然後這個食感當還穿了袍子 這個木雕好精美啊 這個大副地平時也是沒有開放的 因為現在有展覽所以有開門 中國傳統的一些家裝設計真的還蠻精美的 中國傳統的一些家裝設計真的還蠻精美的 感覺好像應該是舊的吧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世界上唯一的名教的一個遺址 草庵這個景點雖然不大 但是因為它的唯一性還是來頭不小的 草庵始建於送少信典間 這是一顆盤根錯節的千年古櫃 然後他利用這個教會的勢力 然後去去推翻那個 統治 推翻那個元朝嘛 對 推翻元朝之後 然後但是他自己掌權之後呢 擔心這個教會影響力太大 然後又反而把這個名教會給取締掉 對然後現在就把全國範圍內的名教會給多位取締了 一方面也是擔心他這個名教會會去影響到他的一個統治 然後也因為他這個以明朝有點忌諱 所以把它整個都沒了 所以整個中國境內 那時候的元朝 明朝的那個時代裡面 全國範圍內 整個這個名教會都被取締掉了 然後就是僅存了一個 然後這上面就寫了 有課到名教會 才會有滅佛 裡面已經封起來了 海思考察團的成員來自世界各地 然後發現他們都會把字件名字寫在一塊兒 樹也太粗了吧 樹幹跟這個石頭都結合到一塊兒了 應該也是好幾千年吧 從草安的旁邊一條路上去可以爬到山頂 但是他就算回一條也不見得有多麼照光啊 去景區應該多一些那種標識 說離山頂還有多久 到山頂了 這有個石頭門 這有個石頭門 我還沒看完感到這個熬起來 這有一個石頭門 這有一個石頭門 這只有這頂上有嗎 這只有這頂上有嗎 我試想點放比較乾淨 哦 那边有好多有金山 林木凡胜不绝一只山顶特写上司 走另外一条路下山的话感觉就平凡很多 下山了下山了这边是山红危险区 下大海就没有来 屋顶还是做的蛮有特色的 是啊 是吗 上去是找 出砖路石 以前没有那么多砖头 那你要节省砖头的那个石头 就放一些石头在里面 但其实这个已经做的比较西架了 朋友终于吃上了他心心念念的拳头母 就是应该它是有点类似丸子吧 有点肉跟鱼碗的感觉 然后他这个酱料里面是甜辣酱 然后有那个泰式甜辣酱 然后还有应该有酱油 对不对 解释的很到位 没想要卖一些炸物还有菜果 可以 还可以啊满大份的 是吧 我买鱼碗就买这个酱油 一种卖生的鱼碗 但是还可以啦 对啊 也不难熟的就是啊 对 嗯 吃它那种锅油 嗯 菜堡它们就自己炸了 会脆一点 然后里面就是菜桃的那个 要不要再煮味 本味 面相招募的也是一些这种类型的商户吧 有点草帅吗 这是他们这边的吉祥物叫阿兰 这兰花嘛 这家是在新疆一中对面的这个山秋 还是蜜秋咖啡 这边有个可爱的小妹妹 貌似是店主的孩子 里面空间虽然不大 但是位置还是蛮宽敞 而且就是调高 蛮高的 挺开阔的感觉 这它挺普速的 什么巴斯克的 每个桌子上的这个画都不一样 像气候会比较明显 但是喝到咖啡的硬直的时候 会有点像玫瑰巧克力的一个口感 还会带着点滴汁的一个味道 感觉还不错它这个 这个特条应该是我们里面颜值最高的一个了 感觉是不是有点喝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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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蛮浓郁的 有甜味吗 不像闻起来这么清新 就是还是重厚重 它有加糖吗 全煎牛奶那种很风鱼的口感 吃下个鸿鸡 就是在 Bat fa 这画红茶 红茶和黑胡椒 巴西克 红茶和黑胡椒 黑胡椒 黑胡椒 感觉是很美的 最近有吃这个 附近开了一家新的云南特色把把烧 今天准备试一下 除了平常烧烤的一些料之外 这边还有一些昆虫 这个也算是云南特色吧 蝉蛹什么的 还有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生吃的牛肉串 这是羊肉粉 羊肉 左手用筷子有点不利手 羊肉 羊肉 所以它是一个粉 粉长的香蜜的感觉 这还不错 这个是鸡肉 介于粉 粉跟面结的感觉 然后够辣 然后加上香菜 带这儿 这个是很辣的 没有很辣 没有很辣 太好 羊肉 这个羊肉是带羊皮的 哦 对 然后是切的很薄 一片一片 鸡皮 南特色 牛肉 汤也还可以蛮鲜的 然后又比较辣 加上烧烤虫的五十几块钱 蛮平的 羊肉是 哦 牛肉是十串起点 那这个牛肉 然后还有像这个牛蛙 还有鸡翅 韭菜 还有大肠跟辣椒 青瓜 相对素一点的 五花肉吧 这是五花肉 这个是牛肉的蛙 加上一点牛油的那个 中间这一块是牛油 然后另外是牛肉 我觉得这蛮好吃的 一串就是两口的量 试一下这个五花肉 我觉得这家烧烤口味可以 跟全球那种加 嗯 巴生酱的有一点 主要以 辣 为主 但也没有很辣 这个应该可以让它再加辣一点 嗯 这脆瓜也好吃 应该还脆脆的 外面是 焦焦 然后有一些 辣椒粉的味道 这个甜鸡哦 你看这个甜鸡 姿态很优美 嗯 这只算 嗯 腿肉的话 应该肉比较多 上面这个 上植物就没有那么多肉 但是也还不错 嗯 反正我觉得它烤的就挺入味哦 这个是大鸡翅哦 这个 它这个是剪开了的 大鸡翅 就会烤的会比较入味一点 试一下哦 嗯 这鸡翅蛮好吃的 而且蛮大一块 嗯不错 我现在在银翅的时间很晚 到银翅三四点 不过目前好像还没登录大众点评 因为是新开的 吃个辣椒肥肠 痛风患者确实 这是痛风患者 嗯 嗯 嗯